来啦 老爹 这很棒 每天都听我的回放睡的呀 真的假的 那我以后 是不是直播的时候 我还得温柔一点 我这个声音还吹眠吗 天哪 我感觉我这个声音很闹腾 我怎么会催眠啊 为什么会催眠啊 温柔了法还睡不着 你们好变态哦 我晚上睡觉 我必须得听那种轻音乐 就是那种声音比较小的音乐 如果突然听到那种大喊大叫的 我就会精神 我就不行 比上数学课还催眠 我也觉得以前上课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睡觉 我记得我以前那个时候 就是我这个读书的时候 我真的很很很不努力 我记得那个时候 就是我感觉我整个学期都什么事都没干 然后只有一个就是只有一个数学课 我有时候会听一下讲 因为当时我感觉我们那个班级里面好像气氛就 做到后面偷偷看 然后那个电影特别感人 就看到后面哭的我 就在直 就直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哭了 就可能没看的哭了 他那个片 他那个片好像是一个恋爱的片 我有点 我有点不记得了 不记得叫啥名字了 就是他讲的就是一个一个女孩子 然后他的手机丢了 然后被一个男孩子剪刀了 被一个男孩子剪刀了 然后那个男孩子 他就偷偷的用他那个手机 在暑假的时候跟那个女孩子聊天 然后聊天了之后开学了 他就要把手机还给他 然后还给他了之后 然后那个女孩子看那个男孩子 竟然是一个不良少年 然后就怕他 但是那个男孩子就 就还是挺好的 然后就让那个女孩子改观 然后他们两个就谈恋爱了 谈恋爱之后了 然后谈完恋爱之后 就那个女孩子就很单纯 然后就被他那个男孩子的前女友 就盯上了 那个女孩子的前女友就 要过来就是害他 然后就要害他 就要找那个别人 那个那个他 然后那个那个 然后那个那个女儿 那个那个男孩 他就愤怒了 愤怒了他就去找那个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 然后就被那个男孩 就把我爸给嘎了 然后然后他们两个就在一起了 后来那个男孩就那个 就得了癌症 然后那个男孩就死了 然后就看着就很痛苦 要哭了的 特别是这个要死的时候 谢谢大微笑的一个赚粉 对 但是后来那个男主就嘎了 对 对 女主好像就叫美嘉 是那个 就是那个 就长得很可爱的那个人 是的呀 那个电影是很久以前的呀 所以是我在读书的时候看的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 那个时候就 就看那个 在上课的时候看贼大胆 然后那个时候 我记得就是认识了一个 一个女孩子 然后她就是坐在我旁边嘛 她就很喜欢看那个 很喜欢看日剧你知道吧 然后她就老是拉着我跟她一起看电影 完了之后经常就是要跟我一起看那个恐怖片 就看那种恐怖片 什么就是那种什么 学院里面啦 反正就是都是关于学院里面的那种恐怖片 什么嘎嘎 什么结伴自杀这种玩意儿 可以说是贼恐怖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喜欢看这种东西 然后就嘎嘎带着我看 搞到我以前很小的时候就看过很多恐怖片 特别多 贼可怕 反正就很多 搞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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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都现在都有阴影 有时候看那种恐怖片 都有阴影 因为她每次看的都是那种 跟现实很有关系的那种玩意儿 就很恐怖 什么在厕所里发生的恐怖事啦 什么关于头发的事啦 就很多 真可怕 小时候有没有收到过情书 当然有啊 怎么可能没有收到情书 有的 啊 说实话 我以前 我应该算是一个非常 我记得我以前应该算是一个比较 比较有魅力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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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因为我感觉就是 就是有很多人暗恋我呀 是有很多人暗恋我 但是我 但是我可能 就我以前 我以前就可能比较迟钝 你知道吧 我是属于那种迟钝派的人 就别暗恋我 我就不知道 我是后面过了很久之后 从别的地方那里得知的 然后我才知道 嘿嘿嘿 嘿嘿嘿 为什么不相信啊 嘿嘿嘿 嗯 我当然信啊 我当然知道啊 因为我是经历过这些事的呀 而且我 而且我以前 而且我以前还被人写过情书 然后我把它拒绝了 我跟你们说过很多次 我把它拒绝了 拒绝了之后 他马上就跟一个学姐谈恋爱了 后面还跟我的闺蜜谈恋爱了 我超嗨 超嗨心的 哇真的感觉那一段故事 感觉那一段故事 真的可以写小说耶 他先追着我 你知道吧 他先追着我 他很过分 我坐在他的前面 他就坐在我后面 他就喜欢调戏我 动不动就扯我的小辫子 然后那个时候我小时候 又特别不经兜 你知道吗 他每次一兜我 我就要去打他 然后我打他 我还摔着狗吃屎 然后我一摔狗吃屎 我就哭 我哭了他就过来哄我 他哄了我之后 慢慢的这样 我们之间的感情就上来了 真的就跟那个 就真的就跟那种 就是跟那种 动漫里面一样 你知道吗 就我小时候是真的那种 可以走路走到摔跤的那种女孩 然后我就摔了 然后他就可能喜欢我 这种笨笨的样子 然后就给我写了一封情书 后来我就把它给拒绝了 我就是我要好好学习 后来我把拒绝了之后 他可能就有点愤怒 然后他就找了一个高年级的一个 一个学姐 然后就谈恋爱了 天天在我面前秀恩爱 然后我感觉他在爱恋我 他确实更喜欢我 他肯定就是想气我 这个时候我也气 但是我又不会 我不会 我又不会放在心上 我只会觉得他是个渣男 本事之后呢 他后来跟那个学姐 又没有搞多久 然后他觉得可能刺激不到我 他就对我的闺蜜下手了 因为那个时候 有一个女孩子跟我玩的特别好 然后他就开始兜我的闺蜜 他就去扯我闺蜜的小辫子 然后我的闺蜜慢慢喜欢上了他们 他们两个就谈恋爱了 结果搞得我学习也没有学好 恋爱也没有谈成 后来过了很久之后 过了大概 几年之后吧 对 几年之后 我有一次在我的QQ上面 添加好友的时候 上面显示了一个 您可能认识的人 然后我看了一下 诶 这不是他吗 然后我就加了他 我就很好奇 我想跟他两个人聊一下 然后我就说 哈喽 你好啊 那个时候我只是很单纯 我只是想跟他讲一下 哇 就是叙叙旧的感觉 他说你谁啊 这不是重点 他说完你谁啊之后 还不是重点 接下来我把我的大名说出去了 我说 啊 我是那个谁谁谁谁谁 他说你谁啊 我说了我的大名之后 他还说了一句你谁啊 然后我就把他删了 我现在这么一想 我感觉其实我这一段经历 还挺像那种动漫里面的那种故事的 真的 但是是真实的经历 但是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带明星 我现在不一样了 我现在是带明星了 他高攀不起我了 哼 现在他已经高攀不起我了 我现在是他得不到的女人 嗯 不过应该还好 那个男孩应该也不会很后悔 因为从头至今 我都没有跟他 就是谈过恋爱 只是他给我写过一封情书 说不定他就是属于那种 四个人都怕我的那种男孩子呢 对吧 他如果真的喜欢我的话 他就不会在我拒绝他之后 马上就跟学姐谈恋爱啊 所以说他就是个渣男 哼 对吧 是的 兄弟们我还记得以前我还有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 是关系 是 是 是我在宿舍发生的一件事情 我记得那个时候 就是我被 我把那个同班同学拒绝了之后 就我 就是正常的在操场上面玩耍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总感觉 那个时候我就总感觉 有一个就是那种 就看起来很老的一个男孩子 总是盯着我 你知道吧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操场上玩的时候 那个时候下雪 我在操场上玩 可能是我在操场上玩雪的那个画面太过于美丽 所以他就一见钟情爱上了我吧 然后他当时就是 本来是离我很远 但他突然就走近你知道吗 他突然就走近了 然后就站在我的旁边 但是大概也有个三五米的样子 然后就站在旁边 叨叨的看我 你知道吧 然后这个时候我发现了他有这种眼神 我就赶紧跑了 我赶紧跑了 后来后来我就正常的读书啊 学习啊 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你们绝对想不到发生了什么 因为当时我们住的是宿舍嘛 那个时候读的是初中 然后住一个宿舍 它是一整栋楼都是女生宿舍 然后对面的一整栋楼就是男生宿舍 然后中间就隔了一个小瓶瓶 就说等于说就是宿舍 看过去就能看到男孩子 男孩子对面就是女孩子 然后当时有一天 大晚上的我记得我有时候晚上要起来尿尿 然后那个时候宿舍是没有厕所的 那个时候的宿舍是什么样的一个厕所 就是你要走到那个走到那一排的尽头 尽头才是厕所 比如说我住在三楼 我就要去三楼的另外一边的最尽头 才能上到厕所 你知道吧 然后有一次大晚上已经很黑了很黑了 然后我就去去那个厕所 然后我走到那个中间那个楼梯的那个地方的时候 还没走到另外一边 还没走到另外一边 我竟然看到那个狼孩子在女生宿舍里面 而且还旁边还有几个跟他同年级的女生 他们就在这个宿舍的那个楼梯那里聊天 然后我就假装什么都没看到 我就我就去上厕所 然后我上完厕所我就走了 那天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 第二天 第二天之后我跟你们说 第二天之后你们知道发生什么吗 就突然一下绑绑绑有人敲我的宿舍门 然后就也是晚上的时候 然后打开 你知道我看到了谁吗 就是看到了前面那一天晚上 跟那个男孩子走在一起的那个学姐 那个学姐他就叫我出来 他就说我那个兄弟喜欢你 你要不要跟他谈恋爱 你知道吗很恐怖 而且他们当时看起来就是那种很凶的那种气色 我说我不是我不谈恋爱 然后我就跟那个学姐说 然后那个学姐他就 他就要他就要那个我你知道吗 他就要暴力我 他就说他说给你脸了 给你脸了 他怎么了他不好吗 他喜欢你怎么了 你你你你你掉着高是吧 你什么掉着高 然后就真的就这样我跟你说 贼恐怖 他就直接就是就是说我吊子很高 就是说我给他被装逼 你知道吧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吓人 后面我就已经忘了 后面我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好像后面他们又没有打我 因为我从小就是那种很很那个人 就是很 哦对了是的 后面我就没有没有读住宿了 后面我就不回家了 我每天晚上回家 我就认识了静静 然后我就每天每天每个星期的星期六星天 就跟他出去上网通宵 真的有这种人 我当时是真的遇到这个事了 而且我跟你说我以前初中的时候还被人打过 就是因为我根本我跟没人讲笑话 就我我当时记得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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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个自习客你知道吧 然后我我和我的那个一个闺蜜 然后我们四个人一个小组嘛 然后我们就就在那边一般不是都像的黑板前面嘛 然后我那个时候又比较搞笑 然后我就跟他们聊天 你知道自习客就不喜欢好好自习 就跟他们聊天 然后他们就回头然后跟我聊天 然后我们四个就围在一坨在那边讲笑话 然后就就很好笑的那种 然后就有点开心你知道吧 然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然后下课了之后 就有一个女孩子气势冲冲的过来 就是有一个同班同学 他就当时过来他就说 你什么意思 然后我说我我什么我什么意思呀 他说 你刚为什么笑 我说啊我为什么笑 我说我在跟他们讲话啊笑啊好玩啊 然后他说 他说你是在笑我吧 我说啊我为什么笑你啊 他就以为我在讲他你知道吧 但是我当时浑然不知 因为他当时在那个自习课 正好被老师叫出去批评了 然后他可能出去的时候看到我们在那边笑 然后他就以为我们在笑他 然后这个时候我闺蜜就冲出来 就就就很就很 就是替我替我那个替我那个就是出气嘛 然后他就那个女孩子啪的一下 就打了我闺蜜一巴掌 然后我完事了之后我就哭啊 我就去找班主任 我说老师 有人打我啊 他说是吗 谁打你啊 然后我说有人打我 然后我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然后你知道那个老师说什么 他又没打你你哭什么 我说好像对哦 他打的是我闺蜜 然后完事之后我没有被打 然后我闺蜜挨了一巴掌 然后我嘎嘎哭 我然后去老师那里给我撞 完事了之后 完事了之后最离谱的就是那个女孩子后面 后面在上大专的时候跟我是同班同学 又是同班同学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整个班里面就只有五个走读生 然后他就是在其中一个 每次放学的时候 就是每次放学我们都会一起出校门 就很尴尬 不过后面又和好了 又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冤仇恨了 没有了 但是我以前是真的很怂 我真的很怂 谢谢张德帅 谢谢张德帅的空头 谢谢张德帅 但是我跟你们说 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只是为了证明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 你知道吗 非常有魅力 初中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 我就记得有男孩子给我买吃的 然后上了大专 也有男孩子给我买早点 就很多 我现在这么一想 我好像读初中 读小学 然后读初中 然后读大专 好像都有人喜欢我 就是要给我吃东西 一直不给我买东西吃 嗯 这些故事 在你当了主播以后 就没有了 为什么啊 我现实我只是没有去认识人 我如果去认识人的话 绝对有人想追求我 很多的 现在的话 顶多他们是觉得可能配不上我 就更不敢了 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暗恋我 按摩摩机 就很棒 好 好 好